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关门谢客 公交车也停运 人们在家中尽心祈祷 反思 严禁走心访友 外出旅游和参加其他社会活动 唯独有一件事是特许的 那就是读书 也因此犹太民族的人口只占世界的0.2% 但在过去的一百多年里 他们却获得了近30%的诺贝尔奖 在巴厘岛 每年的新年叫做济西节 所有人都静静地待在家中不允许出门 不得点灯 不得烧火 大家基本都会轻拾冥想 审视自己这一年的不足与成长 在那里 新年是与自己待在一起的一天 中国人的新年往往是热闹非凡 炮竹正天响 走街串巷互相拜年 却遗忘了拜访自己的心 与自己做一次对谈 忘记了沉淀下来 仔细看看自己的人生 审视一下自己过往的种种 真的是喜乐平和吗 以及还有哪些旧的习惯可以改善 全民族静下来 是一个国家开始进入深度思维的启示 病毒疫情在春节前的突然爆发 并不是偶然事件 这是大自然给我们每一位中国人敲了一记警钟 现在中国人的疾病一半是污染造成的 一半是吃出来的 这个春节我们都戴着口罩 我们都静坐在家中 这是全民族的一次契机 一个扭转大局的契机 每个人都请仔仔细细地看一看自己的人生 审视自己的生活方式 审视自己的饮食习惯 审视自己对万物生命的态度 病毒是一种生命的载体 它的出现是为了重新平衡集体意识创造出的物质世界 当每一位中国人开始净化自己的思想 理清我们的传统认知 审视自己的问题并改善 当我们所有人一起集体转念 意识到生命就是生命 没有贵贱之分 人类也仅仅只是生命的一种载体 我们无权宰杀别种生命体 仅仅为了满足自己的口腹之余 我们无权破坏自己的家园生态 我们是需要自然并赖以生存的物种 我们与万物真正是连接一体的 这是大自然给予我们的警钟 也是大自然给我们上了一课 意识创造物质实相 我们每个人只有净化自己的意识与认知 才会真正帮助到这次的疫情发展 保护好自己的家园 当我们每个人都开始意识到这些 内在开始充满慈悲与理解时 病毒也会慢慢地销声匿迹 武汉加油 大家加油 好了 今天分享到这里 如果你也喜欢这篇文章 请点击订阅与分享 也可以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看法 让我们一起在阅读中成为更好的自己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六百多年前 悟空和他遇见 学会其实耳边 重开就像烟烟 他随就去善变 这也是归山幻念 这也是归山幻念 下一世里情出现 你挑着胆 我牵着马 醒来日出 总总爱想 踏平坎坷 合成大道 都把天线 又出发 再出发 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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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番烂春就冬夏 一场场三间枯啦 一番烂春就冬夏 一场场三间枯啦 一番烂春就冬夏 一场场三间枯啦 感温路在何方 路在脚下 小伙子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